现在叫做震度 摇的程度 现在发生地震了 哇 这真的好恐怖 摇的好凶哦 摇的好凶就是这个 当你所感受到摇汗及破坏的程度 就叫做震度 就叫做震度 摇的程度 啊 摇的好凶 还没怎么摇 想试一个 摇的程度叫做震度 没有地震以前 我们就凭感觉了 然后看那个状况还是要判断 有地震雨以后就看什么 不看地震雨 用地震波所量出来的加速度 那它是一个等级 它是个等级 所以它有单位叫做级 但是没有小数点 空手道一段就一段 两段就两段 没有人空手道三点一段 就是一个等级 算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它是个等级 好不好 那我们就有一个地震雨 来量它的一些时间啊 波数啊 有常做之类的 对 那 我们的中央气象 把地震分 有感跟无感 无感就是正常人都没有感觉 你世界超级恐怖敏感不算 有感就是正常人有感觉 你世界迟钝也不算 然后呢 有感呢 分做一到七级 五十后是分一到六 九二一大地震以后第二年 改成一到七 改成一到七 所以如果是旧题目 很旧的题目 它是只有六级 但是西方有几级 七级 还有人喜欢玩文字游戏 请问你中央气象局把地震分做几级 八级 因为还有个零 五感是零 有感一到七 所以总共有几级 总共有八级 我会有八级 我是总共七级 玩文字游戏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分法 有感跟无感 日本人比我们更早就分做零到七 但是日本人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五跟六 有五强跟五弱 六强跟六弱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他的世界各国 大陆啦 美国啦 做的是什么 辛迈卡利挖沟 他们总共有十二级 总共有十二级 分法不一样 但是呢 切出来就是最大最小差不多的 所以你不要跑去美国 发生地震 他跟你报 他说我们的震度有十级 哇好恐怖喔 有十级耶 台湾只有七级 他有十级 没有啦 他其实切的是 差不多 所以 也没有他只是分法 跟我们分的不一样 你知道 其他国家分的 那这也看看就好 也不会跑 就是地震分级 右边有他的 应该是五六七还有个名字 中间那个GAL 讲音上有写 就是每 公 公 就是每秒钟 公分的那个 就是单位 加速度的单位 右边是人的感受 第一 这个名字有人考过 他考过两次还是三次 请问你五级地震叫什么 强震 对五级叫强震 这种无聊题目 现在 联考年代 有人考过 他在考 他在考过两次还是三次 但是我相信基策年代是 不会考 不会考这个 第一 他应该不会考 第二 所以他也不用背 第二 他其实要背也蛮好背的 你不觉得我去按念起来有没有 节奏感 唯轻弱 中强烈俱 唯轻弱 唯轻弱 节奏感 唯轻弱 中强烈俱 他的名字 OK 好 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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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感受 我们后面会提到 地震来的时候要怎么办 在学校 我在学校 我们有在一流的同学 因为我们设计 学校的关系 初级中庭 初级中庭 所以一楼的 我就会跟他说 那你就跑出去吧 哇 二楼的呢 我就直接跳下去 二楼下去 应该不会死 五楼 三楼以上 我就见他就 就 就直接 就 你不要走 不要跑 我嘴巴上 我嘴巴上 是跟你讲说 你可以跑出去啊 干嘛干嘛 但是你看看 六级列症 摇晃剧烈 彼此站立困难 七级 摇晃剧烈 一致五把一一致行动 我嘴巴上说 啊 你可以跑出去 但是假如 九二一大地震 震央在台北附近 又是白天上课的时候 你说实在话 你想要跑 大概也 跑不出去 硬放的 硬放的实在晃太凶了 你就很难这样走出去 你大概只能趴在那边爬的 或者是用滚的 或者是用滚的 三楼变一楼 五楼变三楼 对啊 所以我们拿三楼拿一楼就安全啊 所以 实际上真的 如果是九二一在台北 要想要跑出去 大概也很困 大概是很困难 重点就是这个 摇的程度 是会因地而异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规模有多大 比如说震源有多深 比如说你离震央有多远 很简单 平常事就会晓得 如果是同一个地震 离震央越远 震央就会怎样 越小 你的越远就摇的就越那个 那如果是 同样的距离 同样的深度 那当然是地震越强 摇的越凶啊 很正常 那假如是同样的距离 同样的规模 深度不一样呢 圆通常就是震度 震源深度越浅的 摇的就越厉害 但是影响慢慢比较小 越深的就摇的比较少一点 比较大 OK 这都是平常事就可以判断的 所以重点就是地震强度 会因地而异 地方不同 它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就把震度一样的地方 点连成线 线连成面 那就会变成要等正代 好 原则上是离正央越远 正度越小 但它会受到一些地质构造什么的影响 它并不会是同心圆 你看一看 这个澎湖 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差不多 可是这里几集啊 三集 澎湖只有几集 一集 因为它过来 然后就会消失 好 考试就可以考一些问题了 把这个数字涂掉不要出现 他告诉你说 这边是六集 然后呢 规模是六 正度六集 那请问你这个地方 规模多少 刚才讲规模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他讲规模只有几个 规模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的规模是六 这里的规模多少 也是六 正度 这边是六集 那这边几集 六 跳歪面一个人又是五 五外面一个人是四 算个多少 三 所以正度三集 就会考你 谁的正度几集 谁的规模几集 可以这样问你 OK 很正代 好 大地震之前 常常有些小地震叫前震 不过这通通是后见之明 因为你在没有发生大地震之前 你也不晓得会有大地震 就不知道他到底是 本来的地震还是所谓前震 但是另外一个很确定就是余震 就是大地震之后 经常会有一些小地震叫做余震 余震 余震 地震强度越强 余震也会越大 余震也会越大 好 规模如果七以上 震度大概五以上 余震大概五以上 然后就造成一些问题 好 下一个叫做地震带 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 把它画起来 叫地震带 那我们前面教过了 板块阶阶带就是火 现在就是地震带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然后世界上总共有三个地震带 环太平洋 然后欧阳 后来的名字很多 中央地震带 第一个环太平洋 这边写了一大堆的字 只有两个字重要 台湾 台湾 这就是环太平洋 这边绕一圈 太平洋绕一圈 环太平洋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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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只有两个 你就只要记得 台湾市位在 环太平洋绕一圈 环太平洋绕一圈 这边就是环太平洋绕一圈 再来就是个中阳几地震带 这个中阳几地震带 中阳几地震带 中阳几地震带 OK 那么 这我刚刚讲过了 地震带的分布跟什么大致相比 反块交界带 很好 反块交界带 反块交界带 反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 就是地震带 反正就是火山带就是地震带 基本上一样 这是我刚刚跟你讲过 你不用背 你不用背 多深叫深圆 多浅叫浅圆 这个你要会 这我们前面教过 哪一个地震带都是浅圆地震 暗示 地寒队流上升 所以都在上面断掉 所以都是浅圆地震 所以是谁 错练 哪个地震带 刚才讲三个 环太平洋 欧雅 跟中阳几 哪一个 欧雅 很好 错 中阳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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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寒队流上升 长成新的海洋地壳 然后深圆地震 几乎都在环 为什么 海溝 我讲过班尼奥 不大家记得吗 吐下去 潜中深 对不对 所以深圆地震 几乎都在环太平洋 假议上有智患 你给你写说 大概体验看看就可以了 不用背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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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